中共用这七大阴招 溃国民党八百万大军 概述共产党七阴招 消灭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军队 第一招大批印刷法币 金元券甲钞 瓦解国统区的金融 第二招争取国民党党政军 高干的子女参加革命 美人计美男计 第三招化妆成国军镇压国统区地主 制造地主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 第四招用穿墙拆防法攻坚 第五招共产党自己玩失踪 在发动群众游行示威 登报广告向国民党政府要人 第六招就是派大量的共产党员 打入国民党内部 大肆贪污腐败 败坏国民党的声誉 让他彻底失去民心 第七招秋毫无犯 不拿穷人一针一线 宣传解放军军纪严明 扫地出门 拿光复人一针一线冲作军费 实际上 穷人本来就没有油水 斗地主抢完富人 把不动产分给穷人 再收买人心 鼓动穷人参军 几百万地主的地 几百万穷人的命 推动了战争机器 动产和钱归功 就是归解放军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 地又归功了 详解七阴昭 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 口述者李点为 89岁 贪乱战争时期 解放军秘密战线高级干部 文革时受迫害入狱 文革后出狱离休 记录合着群 勘乱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领导全国军民 用七大超级奇谋 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 八百万大军 建立了新中国 第一招 大批印刷法币 金元券 瓦解国统区的金融 从国外引进印钞机 大批印刷法币 投放国统区市场 法币很快贬值 国民党又发行 金元券换法币 解放军随机应变 改印大批金元券 投放国统区 结果国统区物价飞涨 民怨沸腾 广大人民认定 国民党腐败无能 有力支援了国统区的 反蒋介石斗争 蒋经国曾经亲自到上海 主持经济工作稳定物价 以失败告终 当时在国统区秘密工作的同志 一个主要任务就是 分钱 花钱 花钱既解决了活动经费 又取得了加速国统区 金融瓦解的效果 网友补充 贪乱战争刚开始 法币 金元券甲钞 在苏联印刷 后期在东北印刷 另一例是 1947年下 叶剑英利用美方 提供军调不执行处 使用的专机 每隔两三天 就从各地运送二 三十代法币 就抄到北平 大量抢购民生物资 造成严重通货膨胀 且以此鼓动大城市的反饥饿 反内战群众运动 早年曾看到个一篇回忆叶剑英的文章 说到北平解放后 为了尽快摧毁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 叶把在北平收缴的大量法币 通过地下组织投到上海 导致上海物价飞涨 上海的老百姓立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当时贫护间民用航线上保持通畅 中共利用航空公司内线 将线钞大批空运到上海 给风雨飘摇中的国民政府致命一击 这个策略的核心是 在工程前 先用线钞围剿一个城市的经济 制造恐慌末日气氛 先围剿北平及北京 再围剿上海 这两大城市经济垮台 物价飞涨 全国城市跟风涨价 第二招 争取国民党党政军高干的子女 参加革命 派出大批各方面条件 都很优秀的青年 与他们接近 通过各种方式谈心 争取了大批国民党高干子女 例如北平首敌副作义的女儿 傅东菊 随时向解放军通报机密情报 最终促使几十万国军起义 加入解放军 蒋介石的智囊 陈布雷的女儿 陈连于1947年 与地下党袁永熙结婚 成为解放军的优秀情报员 通过陈连 有的消息 解放军比蒋介石知道还早 第三招 化妆镇压地主 地主阶级是国民党在农村的支柱 必须坚决镇压 解放军派出小分队 必用缴获的国军衣服装备 化妆成国民党败退的部队 掀起南下为解放军大部队开进做准备 这些小分队的主要任务 一是宣传解放军神勇无敌 第二是杀掉一些地主 筹集前两 结果在农村 不仅贫下中农恨国民党 地主阶级也恨国民党 蒋介石军队的中下级军官 大多数来自地主阶级 听到家人被蒋介石军队杀掉 纷纷支持 甚至促使上级军官起投诚 新解放区实行保留富农政策 富农以下都是解放军的团结对象 地主不杀 建国后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 还分一些地 地主们都说解放军好 只要交出部分土地 就可以活命安居乐业 第四招 用穿墙拆防法攻坚 国军守城市准备向战 把街道 街口作为防守重点 解放军工程 发明了穿墙拆防法 不走街道 从民防连续穿墙拆防 迫进敌军火力点 出奇制胜 打长春 四平 天津 都用这个方法 后来国军有人提出 预先拆除部分民防扫清设计 地下党组织市民抗议 或者要求高额赔偿 有力阻止了国军的拆防计划 支援了解放军的攻城作战 转贴者评论 这个帖子和说法对照 可以发现历史的真相 换一种说法 就是印甲钞 美人计 栽赃计 拆防队 第五招 网友补充第五大奇谋 共产党自己玩失踪 在发动群众游行示威 登报广告 向国民党政府要人 铁证 奇特的巡尸运动 有州是乡土教材 乡土教材 有州是历史1997年修改版 书中的一段课文标题是 奇特的巡尸运动 说的是 1949年5月的解放前夕 中共地下党 将五位已经暴露身份的 某中学党员教师安全转移后 在社会上放风 说五位教师是被国民党政府 迫害而失踪的 文中说 造此舆论是借以揭露敌人 不明真相的中学生信以为真 愤怒地走上街头 抗议国民党 迫害自己的老师 在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宣传 和严密的组织下 全市各中学纷纷响应 学生们四处奔走 集会游行 街头巷尾张贴寻师启示 还在报纸上 刊登老师失踪的消息 事情越闹越大 普通百姓都以为真有此事 当时学生们冲到柳州专员公署 柳江县政府 柳州警察局去找人 校长高天继 也是中共党员明知真相 却装模作样地 到市长家里质问 课文结尾说 反动当局 被这事搞得矛盾四起 相互猜疑 束手无策 巡视运动历时半月 达到了揭露敌人 教育群众的目的 注意细节 当时学生们冲到柳州专员公署 柳江县政府 柳州警察局去找人 校长高天继 也是中共党员明知真相 却装模作样地 到市长家里质问 奇特的巡视运动原文 1949年5月 龙城中学在地下党领导下 开展了一场 反对特务暴行的 寻找失踪教师的运动 5月19日 龙中的五名党员教师 方红玉 秋行 毛自关 罗杰林 唐美真 接到上级 关于撤退的紧急通知 要他们赶在 敌特围捕之前 撤离柳州 党组织 为掩护他们安全撤离 并打击敌特棋验 向社会各界揭露 国民党反动派 反共 反人民的罪行 把几位教师的撤离 说成 是受特务迫害而 失踪 成立了 以龙城中学学生 自治会理事 中共地下党员 周明镇 明乐 刘明文 周明林 潘瑞才 刁运兵等 为骨干的 巡师委员会 在巡师委员会领导下 各班学生 纷纷向国民党 柳州专员公署 柳江县府 警察局 参议会 查找失踪教师 要当局 交出人来 巡师委员会 还巧妙地 利用广告的形式 在广西日报上 刊登了 五位教师失踪的消息 十字街头 影院门口 到处张贴着 大幅的巡师骑士 室内各中等学校 也纷纷举行集会 声援龙中师生的 巡师运动 各界人士 也到处奔走呼嚎 龙中校长高天纪 和一些校董事会成员 还跑到特务头子 警察局长加质问 巡委会还发动 全校师生 捐款救济 失踪教师家属 这场巡师运动 历时半个月 达到了发动群众 教育群众 揭露敌人的目的 巡师运动以后 龙城中学生运动 更加活跃 地下党 爱国民主青年会 地下学联等组织 得到迅速发展 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 被输送到农村 参加武装斗争 图为共谍夫妇化名之 沈安娜 网络图片 第六招 网友补充第六大奇谋 就是派大量的共产党员 打入国民党内部 大肆贪污腐败 败坏国民党的声誉 让他彻底失去民心 这条最厉害 实力 张克霞将军 1929年起 联合共产党 20年在国民党阵营当高官 不断大肆贪污 淮海战役临阵起义 他的士兵为何起义 张克霞带兵 长期克扣军饷 在国军中众人皆知 事后方知 张克霞并非贪污 而是早就与地下党联络 用克扣军饷 让士兵俄肚子怨声载道 不想为蒋介石卖命 当时 无论是毛泽东 还是前线的刘伯成 素裕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想一口吃掉 徐州五十万国民革命军 淮海战役的真正发起人 是两位国民革命军中将 张克霞和激风 其义瓦解了蒋介石军队 第七招 网友补充第七大旗谋 秋毫无犯 不拿穷人一针一线 宣传解放军军纪严明 实际上 扫地出门 拿光复人一针一线 冲作军费 穷人本来就没有油水 斗地主抢完富人 把不动产分给穷人 再收买人心 鼓动穷人参军 几百万地主的地 几百万穷人的命 推动了战争机器 动产和钱归功 就是归解放军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 第又归了共产党 作者一针建雪